五十一岁的陈明珍在六十年代被遇为情歌皇后,当年的她是非常的出色,受万人喜爱。 在她二十七岁的那年,一七月十四不见不断获新人奖,三十岁发行了自己的专辑,那时候对于一个明星来说,事业发展的已经很晚了,但是她已经在坚持。 在二十一世纪后,她也慢慢的红火起来了,也因为自己一心本着事业,所以耽误了自己的婚姻。 在她小有成就的时候,她选择了婚姻,事实上她并不是从影视学院毕业走出来的,但幸运的是,有个好的引路人,她的经纪人把她带上了演艺事业的道路。 如今的她,沉着伟众,在事业上她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,再在婚姻上,一直拖到如今,为了能有一个自己的宝贝。 顿顿续续地去医院,做过多达二十次的事管手术,上天不复有心人,最终她在十四年年年底,四十八岁的她产下了自己的孩子。 两个小可爱,这对她而言,如此的不容易。 毕竟高龄受孕几率很小,为了能够怀孕,她也是做了长达死,五年的准备,受到了无数次的床伤,才有了今天的收获。 真心地祝愿她,了解了自己最大的心愿,也愿她能够一直地幸福着。 真心地祝愿她,了解了自己最大的心愿,也愿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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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心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